前一段工程師是九天五戰 相當的辛苦 那這場比賽馬上要開始 跳球下來 由客隊身穿淺色球衣的工程師 掌握到第一波球權 出場的領航員 身穿的是黑色的深射球衣 可以想見今天艾卜博的責任 在得分上一定也是非常的重要 可拉外圍直接來拔一個三分球 誰說我不出手啊 今天一來就來一個外線 第一球就出手了 在中距離拋手得分 是李家康 專門來防守對方最難纏的進攻選手 可拉在做一個外圍出手啊 開在betbet三分球 開在雙方都有在外圍 找到一些wideopen的機會 可是都沒有把握 這球小白開得很快啊 一條龍直接前場上籃得分 至於是四秒鐘 曾博玉帶到阿球線的跳投 來看一下這個籃板球 最後在地上前面是可拉的機會 來個雙手扣籃 排賽啊 目前可拉拿下了七分 小白進來就被點掉 外圍可拉漢的出手來個三分球 現在陷入得得分荒啊 這球直接被小白給斷掉 來看一下前面盧俊翔的快攻 上籃得分 戰術上找到一個更好的得分機會 來看一下這邊有小黑來發動橫向傳球 來看一下底線 空檔的是盧冠璇來個三分 中間拖車進來周國昇的左手上籃 閃過了臥許本的風阻 中間拖車進來周國昇的左手上籃 上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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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數十二比十 上籃 比數十二比十 小黑 三分的輸手 對方走安的情況下 直接讓他噴個三分 這邊直接跨進來當打 而且要了一個N1 今天的克拉 確實很積極啊 周一翔 過掉低線的防守 帥給盧俊翔的三分闖示 結果一個三分 對這就是意向的架子 裕瑞出來拿球 可拉漢 一個單打的機會 直到籃底下往外交 柏朗的三分出手啊 今天柏朗相當的燙喔 把他們進攻節奏帶快一點喔 我覺得他們在半場 花費的時間太長 尤其是 以艾波持球時間 哇 不過還是能靠個人能力 得到這兩分喔 對 現在工程師場上 是兩個大洋將 直接給到裡面 滴滴雙手扣來 超級 工程師的輪轉防守 相當的快喔 回頭 小白這個跳投 而且拿到了N1喔 但就沒有辦法 沒有做出好的配合 出來在冠璇的手上 克拉 腳步踩進來了 哇 可以看得出來 克拉在這個 雙距離 髮腳尖附近喔 直接做換防 轉移到周育翔的手上 這球跨進來 底線採判 有比了一個兩分進算 可拉漢 哇 他的三分球 在提 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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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手機也是不錯啊 這個完全的空檔 所以他打到這個機會 一定馬上做出手的動作 這邊Bronzer沒有一個mismatch 老黑撞到的防守球員 再給王子剛一次的機會啊 這個三分球把握住了 第二拍的出手盧聰祥 是中距離的 拉得穩定 這邊Washburn 進攻籃板拉下來 第一拍沒有擺進 後面面對包夾 還在他的手上 關打又拉幹進來啊 這... 打了第五四啊 最後被波浪給點進這兩分 對,李翰 孟臣之即使是有辦法防下兩三波球 但是籃板還是搶不到 這邊艾夫婆三分球終於來了 換手運球 過掉了第一個防守者 盧俊翔直接跨進來左手 差的比較多一點啊 後面博覽 再拿了這兩分 錯 給他Washburn 這還是他 施拉久穩的得分方式 對,尤其是 柯拉跟艾夫婆在場上 柯拉漢翔第一時間補 再回頭交 最後啊 是Washburn 補之這兩分 而且呢 還有稍贏的出現 哇 孟臣在外圍 哇,吳俊翔啊 真的 火力輸出是不間斷喔 對 在歷行賽應該是沒有機會可以回來了 盧俊翔 哇,這邊啊 相當華麗的個人動作 拉到三分線外啊 噴一個三分球 可以直接把這比賽給帶走 對 Washburn 緊繳到一個有力的位置啊 靠近這兩分 對,當你好像因為防守 小黑 插板得分啊 終於 工程師在第三節啊 分數開張了 面對Washburn的防守 連續兩個要放了三分球 藍底下 周末生 進攻籃板加一 得分加二 沒錯 小白 從外交 周宇翔 放了他的三分球 今天啊,終於開張了 而且需要去加強的地方 在他們的 策略選擇追訪的情況下 那後面第二線 第三線就相當的重要 你的出手 這球沒有吹哨啊 明顯的小白色被打到了 Washburn 這一次啊,直接 單手扣籃呢 壓進去 哇,克拉今天啊 手感沒話說 有 魯俊翔 哇,這個hand off之後 已經直接甩開了防守球員 上籃得分 還不過 停在中心裡的跳投 藍底下,這邊滴滴直接扣進兩分 三分球 加油 天昊 三分的軍手啊 這個三分球 對於工程師來講很重要啊 對 加油 關打用 這球 不到柏欄 得分 出了 那工程師的目標就是 希望能夠把分數 縮小到各位數啊 這邊 Washburn 後面啊 柏欄普進這兩分 最分的時候插一口氣的最大原因啊 對 對 以整場比賽來講啊 工程師 還是比較沒有找到那麼穩定的得分方式啊 是 對 氣球是越來越大 冠璇的出手 非常的勉強啊 但是還是打了這個二加一 剛剛在分 小黑 這是一個三分球 那現在 感覺又打出一點感覺喔 後門沒有傳進去 陳玉瑞 這個拉桿的左手 後面 Washburn 補新這兩分 哇 對DT來講應該是 非常沮喪啊 進攻時間 剩下最後的四秒鐘 吳俊翔 比較勉強的出手 他把還是他板 拆了這兩分啊 今天已經有兩個球了 都是在最後 五秒階段 拆大量的方式進球啊 小陣容 艾富伯跟 克拉在場上 我想這就是一個 他們要得分的節奏 不過在防守上面 肯定會是一個烈勢啊 嗯 透過戰術讓 Washburn在籃 吳俊翔 跟Washburn打擋拆 看起來 李航員應該會 把這一波的攻勢 集中在他 Washburn身上 哇 這個無解的夾爾 機器啊 再拿兩分 這幾波 三分的機會都沒有投進 再加到另一邊 來底下 阿肥擺進這個分數 現在可能不止進攻 還是有機會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 再讓李漢 這麼輕鬆的得分喔 結果後來沒繳完啊 又被得兩分喔 結果後來沒繳完啊 結果後來沒繳完啊 又被得兩分喔 吳俊翔 打好得三分出手 現在啊 領先差距是 越拉越開啊 六球大魔王 在第四節要來殺死底賽 全場二十五分的得分 很動喔 吳俊翔 在交球啊 精彩的智慌喔 得到投籃扣進兩分 喔 這是整場一直在發生的問題啊 小黑 好外交 這邊 吳冠生 最後一個三分球 還有 外圍接做一個 三分的出手啊 哇 三分球來了 這感覺啊 即使這樣 如果真的最後結果是輸球的話 也要趁現在這時間 找回他們團隊的默契喔 海富博之在中距離跳投得分 海富博之在中距離跳投得分 給到格拉翰 這邊直播的上籃得分 效度的一個 一個標準 這邊有王子剛三分球 那最重要還是他們在 特場會面對副方那場比賽 他們可能這次上 他們整個球技最關鍵的一場 對 主場那場 工程師是主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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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那場 這個態勢 感覺天王三之戰 很有機會上演 很有機會啊 那看起來這一波也不會進攻了 那麼最後的比數啊 就停留在98比81 主場的領航員在 第二節啊 拉開比數之後啊 最後是一個17分差 大勝了來訪的新竹玉頂 工程師也在目前的戰績榜上啊 獨居第一名的位置 也請龍軒來談一下啊 這場比賽 兩邊的勝敗關鍵 那我認為工程師今天在進攻 跟防守上都不是他們原本平常的節奏 他們進攻命中率太低 尤其是不管是艾布伯也好 或者是克拉也好 他們持球比例太高了 所以以至於導致說他們的得分 沒有辦法讓全隊都有得分的機會 那在領航員上面 他們外線是魯俊翔 內線是Washburn 他們在整個球隊的攻速上面 還有得分上面都給予球隊非常大的幫助 我認為這是今天領航員獲勝最大的原因 剛才照到的克拉這場比賽 算是找回他的進攻手感 但同時要如何去串聯整支球隊 讓所有人都有發揮 那這可能也是工程師接下來要 來趕快調整的地方 對 沒錯